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了 爸 你今天去红积大舞台看我们排练了吗 没有 我都不知道你到大连了 那就奇怪了 高大霞非说在剧院看到一个人是你 胡说八道 爸 你说他为什么这么恨你啊 应该是他知道我在日本人当过差吧 他难为你了 没 他不知道我们的关系 幸亏我当年让你姓了你妈的姓 不过我也是觉得 当时在关东州厅做事不光彩 爸 我知道 你没有和日本人同流合污 对呀 那不过就是份差事嘛 我跟你这么说今儿啊 在关东州厅里 我是最有良心的警察了 暗地里 帮着中国人不计其数 对了 有一回 我记着我还帮过高大霞奖 搜查到他们家室 有一个女人 还一半的小子 我看你就是闲的 人家傅大哥一天到晚的忙革命 你还静跟着添乱 那是我添乱吗 明明是他敌我不分 你说这个话你可心里没有数了哈 你能比人傅大哥强吗 论对付日本人 人家是真正抗怜出来的 论十文断字 人家留过苏见过天 你呢 不就放过几把火吗 哎呀就凭这几点 人家看人就比你轻 看事就比你透 嫂子 嫂子 你就不用埋态我了哈 你呀 就是看人下菜地儿 我今天不生气 我就是想告诉你 人家傅大哥是你跟首评的领导 别一天到晚见了他 就跟见了仇人似的 你对人家好点 你呀就别老拿他 是首评领导 来当你的挡箭牌了 啥意思啊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我挡什么了 挡你对刺锅子那点小算盘了 哎呦高大侠 你看我今天不收拾你 干啥 他不打你 你还上装剑瓦了是不是 我也是女人 有些事情 说破了不太好吧 你对傅大哥 才有那个小算盘呢 你就见不得别人 对他有一点点的好 我可提醒你哈 你已经有蚊毛驴子了 那个 别再山望着那山高 平常我就有蚊毛驴子 你就得找小伙儿 我只能找老头儿啊 不用了 嫂子 你咋那么酱呢 谢谢 谢谢嫂子 这晚上你 你也没吃饭啊 高大侠呀就是那个脾气哈 你别打理他 他就蔫了 都是自己同志 争执也是为了革命好 我看他是罪王之义 不在酒吧 那老万是多好的一个人啊 那干革命的年头 也不比他短 总是对人就要横挑鼻子 竖挑眼的 我看你们组织 就应该逼着高大侠 跟万德夫结婚 省得他挑三挑四的 老耍弄着万德夫 我们组织提倡的是自有恋爱 不能拉狼胚 该拉就得拉 有的时候 这招管用 行了 嫂子 会有点累了 先回去了 对了 手瓶回来了吗 还没有 好 淳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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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怎么不高兴了 万叔怎么样了 挺好的 挺好的就行 我刚才想跟你说 明天下午你没班 咱俩一起去看白帮女的彩牌吧 可好看了 这票一早就卖没了 彩牌和演出一样 我 我明天下午有班 不对吧 我都算过了 你没班啊 你算错了 不可能 你每三天轮一次 每次我都 淳妮 往后 往后你别来找我了 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 我 我就不想和你处了 淳妮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办啊 怎么办呀 你个大小伙子 跑这儿哭 丢不丢着呢 我告诉你啊 老万他也不是黄世仁 他说娶我就娶我呀 你该跟淳妮怎么处 怎么处啊 你更管他的 可是万世不让怎么办呀 他不让我骂他 姐 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不关你的幸福 手瓶 我问你啊 你觉得 我跟老万在一起 能幸福啊 其实我觉得 你跟万叔也不合适 我都能叫万叔罢了 等你娶了春妮 你还真的管他叫罢了 那你说 我能跟他合适啊 我 反正 我不答应他 跟你和春妮没关系 姐 那你不答应万叔 是不是因为你看成傅大哥了 说啥呢 别给我胡说八道 这我都比他大两岁 不 大怕啥呀 啥怕啥 人家有 有对象 行了 赶紧睡觉吧 那我和春妮 我们 我们 能不能把心放肚里 那行 那我回去了啊 回去吧 你说话是酸话啊 你咋这么啰嗦呢 赶紧回去睡去吧 几点 我走了姐 灯闭了啊 爸 家里有新的毛巾吗 爸 走这么早啊 这是什么啊 你要的炸药 这么大 方先生 你这不是在糊弄我吗 这么大的东西 我怎么往剧场里带 不是明睁眼露等着暴露吗 那没办法 我就这么大能量了 我常听高大侠说 当年他在放火团的时候 做的炸药都是肥皂盒大小 这都过去多少年了 技术早该进步 你可倒好 给我鼓得出这盆大砖头来 那你就找高大侠去 那他给你做 你 小方 你怎么了 你打扫怎么那么大的火去 凡事都要有个度 你的心思不能都放在方瑞瑜身上 他的狗特务 我不放他身上 我放你身上呗 可别 我可受不起啊 姐姐姐 我受得起 要不然你多放我身上吧 我都够用心了对你 放心吧 你的是我记着的 方瑞瑜的调查已经有了定论 你现在的精力 应该都放在文工团上 我的精力往哪儿分配我知道 用不着你说 姐 今天文工团彩排办公旅 服务也是判我敌人口头换 行 知道了 方如鱼的事情 我会放一放的 这就对了吧 大度一点 清夕 方先生要走 到外面看看去 京夕 都塞了鱼毛了你 来 来 这人 晴晴 40号 80号 好 凤凰 胜 酷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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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音 初音 初音ミク 初音ミク 我的天 你看这姑娘 正要多俊俏呀 不是这 头发都崴了 这瘦白头啊 她叫喜儿 她被地主黄氏人迫害了 就躲在深山老林里 吃不着盐 这头发才崴的 吃不着盐头发就白了呀 那你以后做饭可得多放点盐 那可不能年纪轻轻的 咱顶一头白毛 听见没 知道了 小萍 陈妮呢 咋又叹气了 这样过两天我去找找老万 小萍 咋的 陈妮不愿意啊 那不愿意就拿倒呗 比她好的有的是 你看就这姑娘就不错 就是这脸有点小 要是个私房脸就更好了 我就要春妮 你咋还跟嫂子杠上了呢你 淑冰 你跟我过来 吃把硬了 啊 革命军人格格要老机 三大级律八乡要主义 第一一切行动听智慧 对不调一举 灾热得胜利 第二步那群众一阵线 好 群众为我永远一欢 啊 慕人志 一三一切交换要归共 努力减轻人民的富豪 三大级律我们要做到 这儿的杂物太多 一会儿找人清理一下 这个窗户没有任何防护 也太容易进去人了 嗯 还存在很多安全隐患 那边看看 好 保卫祖国 永远向前进 全国人民 拥护又欢迎 哎呀 那个同志们我说两句哈 总的来说呢 唱得还不错 就是这个调门应该再高一点 精神气再足一点 再高 再高就爬不上去了 这个干革命 就得迎着困难往前赶啊 那没有劲 咱们怎么打倒这个国民党反动派啊 再唱一遍 来 大小姐说得对 要不我们歇会儿才练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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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吧 来来来来 快快 搬上来 来来来 把台赶紧装起来 快点 那你演这个黄石人的家庭 真是没趣 哎呦 大霞同志来了 哎 那个 富 富特派员呢 他在外面看看地形 就怕敌人明天有机可乘啊 哦 对对对 还是富特派员想得周到 这个是 我叫刘满丽 富大哥跟手皮啊 一会儿就过来 那 您是 我嫂子 她跟我来看看 哎呀 欢迎 欢迎个嫂子 星团长 这明天这演出特别重要 可不能马虎知道吗 走 带我去看看 好好好 来来 这边上 来来来来 千万小心台阶啊 嗯 慢点慢点 咱们文工团啊就是 杂七杂八的东西太多 服装啊 道具什么的 你 你觉得还满意吗 挺好的 挺好的 好好好 富特派员怎么还没来 我 我去看看呢 忙 好好好 好 哎 大小姐 哎 你刚才批评我们唱得没有力量太对了 一看就是杭奖 这个三大剧律八项注意 一定要唱出革命的斗志来 你说得太对了 嗯 不过这个平时啊 我平剧 吕剧 吕皮尔 听得不少 唱得也不少 那谁要是偷懒了 谁用不用嗓子 我这一听也能听出来啊 是 谁都蒙不了你 这位妹妹是 妹妹 叫什么妹妹 别逗了 姐 姐 啊 大小姐 你太会开玩笑了 这位 这么年轻 这么漂亮 我哪敢那么叫啊 你好 我是杨欢 你不姓慕啊 慕 慕 慕 你用人质 我知道了 你的意名是不 这是戏里的名字 我演地主家的管家 所以才画成这个 哦 哎 大侠 啊 这小沫 长得这么年轻 还那么精神 这这这不应该演管家 不应该 你给他换一个啊 我换 还是这位姐姐火眼金金啊 一看我就不像坏蛋是吧 我应该演大春 对吧 哎 大小姐 这事你得跟团长说说 要不他不让我演啊 演啥呀 我得批评你了哈 我们演剧呢 就是为了宣传革命道理 那大春得有人演 那慕人之也得有人演呀 是不是 是 这并不代表 演坏人的人 他就是坏人 对吧 对 哎 大侠 你就让小沫跟那个大春 换一换吧 你跟着捣乱了 你也捣乱呢 我从来不跟你张嘴哈 小沫啊 这事啊就这么定了哈 他的主我做哈 你就演那个大春 就演哈 大小姐我 我还是演小沫嘛 这不行啊 存在很多安全隐患 我想没法处理一下吧 不行我们家也曾铁网吧 板杆今天晚上就能安好 防止有人从窗户进入 剧场所有的窗户 都要安排人看守 否则这些敌人 很有可能从这些地方 往里面送炸弹 放心吧 保卫工作都已经安排好了 好 那你去那边看看 我上楼看看 好 好了 不要跟他讲了 马上写文书 让他明天把人给我送来 少同志 你不能走啊 吃你的 老杨 今儿这事就这么定了 你不能走啊 老杨 老杨 淡沙 毒根草 大水 金烟 毒木桥 喜儿啊 是我的命根子 离开了喜儿 我活不了 老杨 老杨 想开点 别一时糊涂 今儿这事儿 你是答应也得答应 你不答应也得答应 你 听好了 李约人 杨白老 欠东家 桌子 一旦五斗 大洋二十五块五毛 因家贫 无法偿还 愿将亲生女喜儿 卖于东家 以一人顶仗 两情相怨 绝不反悔 空可无凭 立此为正 李约人 黄世人 杨白老 忠人 慕仁智 老杨 来吧 按个手印吧 来 不能啊 去 让他按手印 少东家 你可不能 伤天害理呀 来吧 按吧 不能 就是不能 别的 行团长 你别生气了 我 我俩也是太投入了 那大家 我头脑发挥 你说这 真的是 太不好意思了 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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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戏啊 当时在延安演出的时候 给战士们演 底下的战士都动枪了 差一点啊 把那个演黄世人的陈强同志 给枪毙了 你看 你看 这说明啊 你们是入戏太深了 是啊 那 就是因为大家伙演得太好了 那 我俩就没有控制得住吗 算了 算了 那个 能让你们这么激动 其实从另一个侧面来说 那是我们演员 真的演得太好了 对对对 这是对我们演员 最好的褒奖了 幸亏这是彩排 只要明天首演来这么一出 那真是演出事故了 可不咋的 那要是给大霞一把刀 那还不得把这个黄世人 还有慕人志 让他们 白刀子进去 轰刀子出来 你可咳嗽啥啊你 能不能跟你解齐个醒吗 省他明天再丢淫 大霞 你跟嫂子先回去吧 别啊 傅大哥 我还没有看完呢 特派员 让他们看吧 没有投入的观众 我们演起来也没有情绪 对对对 飞燕说得对 有钱没钱 咱得捧个人场哈 我们待会儿好好给你们当观众 对对对对对不住了啊 对对对 鞠躬鞠躬 走吧 对不起啊 馨儿同志 我还是喜欢你叫我的名字 袁飞燕 等会儿 那我儿子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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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我的冲发型的 很发型的 那个 副处长 我这儿现在只有三张明天的工作票 要不你先拿着 我明天还有工作 就不占你的票了 那 给我 给我 妈 不是 给我 好 姐 你还要再看一遍啊 我给春京一张 要不然我收过来 我给春京看啊 你不是看过了吗 真的不来啊 我 看过我就不能再看一遍了 没事 让你朋友来吧 我来安排 行 谢谢啊 安 安 安德里同志 欢迎 安德里同志 来正式通知你们 明天的演出必须取消 安德里同志 你说演出突然取消我 我们真的没法向大来人民交代啊 你们的演出没有经过禁备司令部的同意 属于非法集会 必须停止 哎呀 就是唱个戏 热闹热闹 让大连的老百姓高高兴兴了 咋了他们高兴还犯法了 我是代表禁备司令部做出这个决定 是为维护大连的秩序负责 维护大连的秩序 行了 演戏又不耽误你们维护秩序 你可别忘了 你们警备司令部的那个特务 你们还没抓到手呢 先把自个儿的秩序维护好再说 我们的事我们再调查 什么叫再调查呀 一句再调查 就把这个事情一推六二五了 要不是你们的责任 我们的接下来也不能丢 我能被你们关到警闭室里吗 还有他 差点被特务给杀了 对 大连 不说这事 我必须说 在你们警备司令部里 出了这么大的一个事情 你们应该承担多少责任 你们有多大的过错 这个事你说过吗 起码赔礼道歉总是应该的吧 我表示遗憾 光遗憾有啥用啊 抓特务 葛德夏同志 今夜不遥忘了 安德烈同志代表的是 孙军警备司令部 行了 报案代表谁也得想礼吧 我跟你讲 道歉犯错都不丢人 丢人的事知错不改 这个事我们确实有责任 我们会继续调查 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那行 那今天这个事 那也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吧 那不行 今天的事你们必须报备呀 报个啥备 报个备有啥用啊 我们保证明天演出 不要出事故不就得了呗 你凭什么保证 那 那报备就能保证了 哎呀 我知道 你们呢 小心无大错 可你别忘了 那看戏的可是老百姓 那还有那么多演制人员 还有我们都在这里 那我们就不知道小心呀 我们比你们紧张多了好吗 我们还专门做了几个预案 就是为了确保这次演出的安全 您看一下 来 明天演出的票卖出多少 那个 呃 一半都没卖到吧 没几个人来看 不是 阿德雷同志 全满了 现在是非常时期 你们不怕你们的敌人来搞破坏啊 啊 炸回场啊 我可告诉你 现在不是我们怕 是他们怕 敌人最怕的就是 我们把老百姓全部发动起来 跟他们斗 你姐还真能拿着不是当理说 说得好 包括是说大侠同志说得好 真的太感谢安德雷同志了 明天演出如果出什么事 我们该不负责啊 你放心 哎 你要不放心 那你们明天来看看 哎 我保证你们俩呀 感动得眼泪哗哗流 那我 应该也要看 来啊 欢迎啊 哎呀 大侠同志 你真行 你还知道见好就收 那 那 行当长啊 明天安德雷来看戏的事 一定要保密 哦 只有几个主演知道 那行呢 那我再去跟他们叮嘱一下 好好好 怎么样 哎 你是不是惹傅大哥不高兴呢 你看 都把他给气跑了 我干这么好的事 他还掉过脸 哎 你 你等一下 你干什么 动动就拉了个脸 不就请安德雷看看 戏目大不了票钱我出 你说得起啊 现在敌人在案 我们在命 如果安德雷出现了问题 我们到时候可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我告诉你哈 敌人要真想干坏事 安德雷来不来 都不一样 他来了 我们还得抽出人去 保护他 这不牵扯精力吗 我觉得他来了 不是坏事 刚好让他看看 这些特务到底有多坏 你这是那安德雷的性命 不当回事 我这是引蛇出动 他一来 那满大连街上的特务 是不是都聚在这里了 我们刚好可以关门打狗 那以后还省事了呢 你这是阴小失大 你小提大做 我高大加你也不动脑子 好好想想 如果安德雷来看戏的事 传出去 敌人能善罢甘休吗 到时候安德雷 他一生计 我们跟苏联人的接下工作 还怎么往下进行 那我当时也就随便一说 那 那谁知道他就真来了 小方啊 您是老大连 对红极大舞台附近的情况 比我熟悉 叫你来就是想看看 明天的这个计划 还有没有需要完善的地方 大姐啊 明天去看戏的 都是一些老百姓 制造这么大的爆炸事件 不妥 小方啊 我没听错吧 你一个堂堂的军统老姨父 居然替老百姓操起心来了 也就是我了解你的底细 要是换了别人 一定会怀疑你通蹦 胡扯 愚昧 难道替老百姓操心的 只有共产党吗 国父孙中山 在三民主义里是怎么说的 民族民生民权 如果连为老百姓操心的心都没有了 那还配做一个合格的国民党党员吗 方先生 我的意思是说你太仁慈了 大姐对老百姓不怕仁慈 只有仁慈才能得民心得天下 大姐要明白 我们明天真的这么一炸 炸死的可不光是多少人头 更是全城老百姓的民心 我只知道 只要炸弹一响 苏联人就会对共产党失去信心 那万一行动失败了呢 苏联人就会知道是我们干的 那我们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就是不想砸了自己的脚 所以这次行动才要周密计划 确保万无一失 你看看 姐 你电话 这姑娘好看啊 不对 不是姑娘 都你脑袋也白毛了 白成这样得有个七老八十 你别人傻事胡说八道 你干什么 我说这老太太关你啥事啊 你再胡勒勒我就刀捅死你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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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我就说报纸上那个姑娘都白毛了 有七老八十她就翻脸了 再说 你看看 又急眼了 出去 老姨父 你今天太反常了 刚才 接到二姨一个电话 说她拿到了一个重要情报 什么情报 这回可来了一条大雨 苏军警备司令部的安德烈忠孝 明天去看白毛女首演 是 国民党人民的大连市长就要到了 他们现在巴不得我们出点大事 让苏联人对我们失去信心 这个大乙是不会消停的 这一次 不知道又会出什么阴招 让安德烈来看西的事 我有责任 所以说 这也是一把双刃剑 虽然有危险 但是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如果演出成功 平安无事 我们也能得到苏联人的信任和支持啊 只要一爆炸 死的就不光是安德烈一个人了 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会闹事 他们会给苏联人施压 苏联人也只能去找共产党算账 光杀一个安德烈 会有这样事半功倍的效果吗 行刺不过一声枪响 不热闹 要是在连天的爆炸声中 把台上的演员 和台下的观众 一起都炸上天 那该是一件多么激动人心的事啊 不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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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侠 大侠 你再给我两张票呗 你不是看过了吗 我看过了就不能再看一遍吗 你给我两张啊 都给我吧 三张 我带有委屈 那还我一张 你就一个人你看啥 这票有用 我得给人呢 老万 他都趴炕上了 咋看戏啊 你就别管了 走了啊 哎 哎哎 你干什么呢 啊 我 哎你 你 哎 你就是那个 汪肉鱼他老姨 对 进去了啊 我看啊 明天就走吧 方科长说了 没你这个老姨 哎 这个丧良心的哈 怎么能没我这个老姨呢 你把他叫出来 怎么能叫呢 你走吧走走走走走 方小鱼 哎哎哎哎 我回来了 我出来 方小鱼 别散户啊 方小鱼 高大俏 要干什么 你下来 干 干 赶紧干什么干什么去 别高大俠 你这真能闹 你说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这是 你不是一直想杀了我吗 一看我这都送过来了 是不是 你这有枪有刀 杀我女人多容易啊 你 我 我咱俩往事无缘 近日无仇的 我为什么要杀你啊 你问你自个儿啊 在胡同里 老房子里 你不早就想动手了吗 你心里清楚 什么胡同 什么老房子 我都让你说胡同了 你这就是装胡同 我问你 我现在站在你的面前 你是不是恨得牙痒痒呀 特想把我抽筋扒皮下油锅了 你把我想到什么人了 我干吗要费那么大劲 咱俩多大的仇啊 那你为什么一见面就躲着我 你这分明就是怕我 我为什么要怕你啊 怕我揭开你的老底儿 怕我把你身上这张特务皮扒下 高大侠 我再郑重地跟你说一遍 你认错人了 人 你还是人嘛 你分明就是鬼啊 你说你每天装成那个人样 你累不累啊 高大侠 你但凡还有个那猴子 你就好好想想 如果我真是特务 我能穿着这点衣服 在警察署待下去吗 多好的掩护啊 这坏人能把坏字写脸上啊 你是非要把我逼成痘蛾呀 行了 我呀就让你看看 你们怎么把喜儿变成白毛女的 给 这 这我这报纸常见过 说是票买不着啊 是啊 就硬买不着 所以我特意给你送来了 这个戏真好 旧社会把人逼成鬼 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你应该看看 不 你看了变不成人 你拿着票 刚好方便你进去干坏事 这话上去说的 我就算准了 你们肯定要进去搞破坏呀 给你张票 你不是更方便吗 就是高大侠挺好个事 你怎么就不能好好说话呢 多少钱 我给你钱 好了这些都够了 太多了吧 多什么多呀 这夺出来的是跑腿钱 和通风报信的钱 走了 这人真能说笑 你觉得好笑吗 还能笑得出来 你说高大侠知道我们有行动 这票就是高大侠送的 他送你票 又点头又摇头 到底是不是他送给你的 不是 票是他送的 可是我花的钱还是高价的 他这是要牵着你鼻子走 所以啊 我说明天行动必须取消 这个高大侠 唱的是哪出啊 我都让他给弄糊涂了 我说他这个人神头吧 你还不信 这个疯婆子 从来就不按常理出牌 要不你别去了 我去不去不要紧 关键是 共产党已经准备好 梦中捉鳖 关门打狗 这话让你说的 谁是鳖 谁是狗 都这个时候就别挑字眼了 就是这么个意思 行动如果不取消 那就等于去白白送死 我们要不去 高大侠倒会认为 是你给国民党通风报信的 他还怎么想我不管 为了在高大侠面前 洗刷你的清白 你还是得去 我还是让他牵着鼻子走了 二姨说 苏联人去看白毛女 一定会有鲜花陪伴 这外国人这事多 这虚头巴脑的 那那个鲜花跟咱们的行动有关 当年日本人为刺杀斯大林 制定过一个鲜花行动 就是把炸弹放在鲜花里 虽然那次行动失败了 但是失败 不能掩盖炸弹的设计精巧 据说代局长听到这个办法 特别感兴趣 还特意安排人 研究过这种鲜花炸弹 听你这意思 我们也要照此办理 你做那个炸弹 比砖头还大 太招风了 还是花瓣精巧 放心吧 鲜花的事不用你管 这也太巧了 我一坐车就能碰见你 来来来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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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坐好啊 买票 陈丁 你明天有时间吗 红鸡大舞台演白猫顶 我费老鼻子劲了 找了两张票 我明天有班 你几天下班啊 那你几天下班啊 没有准呢 没事 那我就在车上等着 等你下班 我送你回家啊 不用 我住公司宿舍 春天 你瞅着我呗 对不起 你这样的路由 开